通气犯拘捕 警方连开三枪 新竹舰警方日前接获了情资 一名灵性毒品通气犯躲藏在一处民宅当中 警方组成了专案小组 埋伏多日 趁着通气犯出门时上前围捕 嫌犯见状 企图开车冲撞 原警连开了三枪制止 而嫌犯的同伙 本来想趁乱从后门逃跑 同样被警方拦住 双双落网 嫌犯见到警察不打算配合油门狂催还冲撞警车 原警连开三枪制止 还是让他溜走 但没跑多远又再度追上 远警大声呵斥要躲在草丛的毒品通气犯 乖乖出来就范 连滚带爬被原警上铐逮捕 这名灵性男子是毒品通气犯 日前新竹警方接获情资 发现他常常在琼林乡一带出没 警方派员埋伏终于逮到他 不料他却不配合冲撞警车后 四处逃窜 同一名宅内另一名通气犯 发现灵性男子被逮 也试图从后门逃跑 你刚刚有看到边附近要走上去吗 没有 我没看到 你报个真号好不好 那边就要报一下 踏着急促的脚步准备跑路 不料警方后门也有埋伏 将他逮个正着 第一名女性犯权于民宅内察觉警方围捕 从民宅后门逃窜 人为现场行李将场压式逮捕 两名通气犯逃跑失败 双双被上烤逮捕 警方也在屋内查扣毒品证物 罪证确凿将他们依法送办 记得新竹中的报道